真的不理解 为什么你和前任分手之后还要做朋友 甚至还认他做妹妹 既然你对妹妹这么好 不如我也做你妹妹算了 平时我已经对你处处忍让 为什么你还是这么不懂事 你已经不小了 应该知道一味任性带来的后果 你总是给我画饼 却从来没有实际行动 你这么大的人了 连一份简单的工作都做不好 将来怎么能让我依靠 你永远都在否定我 把你的错误怪在我的头上 这样的恋爱真的让我心力交瘁 也许就像你说的 我们是时候考虑分开了 有请这对情侣有请 小胡25岁来自成都 雾刘小张23岁来自成都 李仪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谈了一年了是吧 是 别人介绍认识的 对 对 严谨应该 谁追的谁 我追她 今天为啥来 主要我觉得她管着我花钱 管着我社交 我就觉得这样谈恋挺累的 分手啊 但是有些时候还是会心软的 所以你来这干嘛呀 就想让她改掉她的一些习惯 我都管着她 她都这样大说大叫了 我要不管她呢 所以两个人今天来这个舞台 都是想改造或者叫改变对方 是这意思吧 谁先说 我们就是经济条件不是特别好 她就非得追求她那所谓的高品质生活 买个电风扇三千多块钱 然后她跟我说好看 对啊 她摆在那里本来就好看呀 我不否定她好看 她确实好看 但是我们的经济条件她支持不了呀 那三千块的电风扇和那299的美的电风扇有啥区别呢 然后主要是她不用啊 为啥不用啊 因为夏天热了呀 我开空调 她就不用 那是有点烂物费 对 后面她要买个机器人 买个扫地 扫地机器人 那个挺好的 六千块钱 扫又扫不干净 我说也不是心疼你吗 我想着我们俩上下班这么辛苦了 然后扫地机器人帮我们解决呀 但有用吗 如果花钱啊 她不跟我商量 不是花了谁的钱 我俩的钱 我就想着我们生活有点盘头嘛 穷也要穷得精致一点呀 我不想过一眼望到头的生活 你那叫提前消费 你们一个月挣多少钱啊 一个月就我能挣五千多六千块钱吧 你呢 我就挣三四千吧 平时我也是我做饭嘛在家里 我想着两个人嘛 简简单单 能省就省吧 挺好过日子 她就续导我啊 就说你今天又是这些又是这些 我记得最清楚的 就之前我明明菜已经做好了 饭也蒸好了 端桌子上了 她不吃 我只会看到那盘绿油的青菜 我就不想吃了 连续吃了一个星期的素菜了 谁受得了呀 你弄点肉 哎呀有啥呀 我当时我想着就出去吃嘛 然后刚出门 那我问她吃啥 海鲜 我这麻了 哎呀行了 只要没有借债 对吧 这个吃一顿海鲜 吃两个礼拜的青菜 高兴就好嘛 吃完了嘛 然后就回家路上 她说她买肥果 然后我想着大豆都花了 小偷就无所谓了 我问她想吃什么 榴莲 哎对 配山竹 对对对 他一说大钱都花了 我就知道他要买伏笔吧 这就很贵吧 最主要就是他 必须得一个 那肯定啊 那你非要买一小块 一小块我又不够吃 一整个回家能吃完吗 你不能吃完呀 我留着第二天吃呀 你留着第二天吃 那他还新鲜吗 我放冰箱里就好了 当时周围特别多人 我就拉着他一下 然后他直接给我甩开了 就我特没面子 没有人认识你 不要想面子这个事 买没买 买了 他说他第二天不吃饭 第二天还是吃了 那可能要吃饭呀 那你说他干啥呀 哎行没啥没啥 对吧 他就特不懂事 就是我下班回家 然后他就会黏着我 陪他看电视 陪他刷抖音 陪他追翻 一般我都是会陪他 但有一次特累的时候 当时我白天 开了会 下午开了会 晚上应酬 我回家 当时躺床上 不到十分钟 给我扯起来 这不是想你了吗 我从早上等到你下班 等到晚上 你才回来 我就想你陪我去 逛完他夜室 怎么了 我很累 你能体谅体谅我吗 哪怕是第二天去 哎 别抱怨了 谈恋爱不都这德行吗 他就不只是不懂事 哦还有呢 他平时玩也特疯 他喜欢去酒吧玩 之前我都还陪着他 我想着不放心他嘛 一个女生 然后后面就经常就工作呀 出去有事呀 然后我就没没时间陪他 后面我翻上手机发现 他居然跑人家酒吧去 就兼职气氛组 那我还不是为了多赚一点钱呀 对 你是不是多赚一点钱 你在其他地方赚钱不是赚钱吗 我就想着我自己多赚一点钱呀 那为什么非得去酒吧 赚那个气氛组的钱呢 我在酒吧 玩着玩着多赚一分钱不好吗 哎 你玩着玩着就去加其他男生微信了 那 谁家男生要加我微信 我怎么可能拒绝吧 那为什么不能拒绝 你有男朋友呀 那人家是客人来加 我不能拒绝呀 人家是客人 但是你有男朋友呀 我又没有跟人家聊天 加上没聊天 你直接跟人自加油去了 我当时跟你说了 是有男生有女生 我姐妹也在呀 我知道那件事之后 我当时跟他打电话 一开始打死不接 到后面接了 你一直打电话 我很烦呀 接了就烦 当时我就特担心的 我心里就一直没谱 毕竟才认识的 酒吧认识的朋友 我觉得肯定不靠谱呀 那天上肯定不会掉鞋儿笔 那我人家凭啥 会啥 那我之前也叫你一起去旅行呀 你每次就拒绝我 说什么工作太忙了 我工作忙呀 你工作忙呀 你每次我跟你讲了 你从来不放在心上 你就说你自己工作忙 我一直在疼时间 我疼时间 那你根本就没有疼出来呀 刚好他们就叫上我了呀 我又不用花钱呀 不是给你省钱吗 他还说我呢 他自己还跟他前女儿 藕断四连呢 我跟他是和平分手的 我们家双方父母都知道 只是就是因为我们性格不合适 然后双方父母都觉得就是 就一节金兰 做个就是兄妹挺好的 一节金兰了都 对对对 真就是就是 拜把子 我就是讨厌这个妹妹 就一个电灯泡 随时都卡在我们中间 他们就经常联系呀 有些时候抖音呀什么的 就点个赞评论一下 随时都出现在我们生活中 什么叫点赞评论 兄妹之间点个赞 就关注一下 互关一下评论一下 但她是你前女友呀 什么叫前女友呀 她是我妹 她在是你妹之前 她是你前女友吗 是 那不就没问题 我跟她就是不合适 她既是你的前女友 也是你妹 有天晚上 她前女友喝醉了 然后就给她打电话 说自己失恋了 一开始她还在我旁边接的电话 后面就直接去客厅里面打了 然后一接就接好几个小时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不想让我听呗 不知道他们在聊什么 我哪儿不想让你听 你自己那么小气 哪个能包容她跟前女友一直打电话呀 当时是我妹妹 她失恋了 喝了酒 对 然后她打给我了 你妹失恋了不是应该打给嫂子吗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妹妹失恋打给哥哥 她俩关系不好 她俩关系为啥不好 她挺不喜欢我妹妹的 她那啥就喜欢你妹妹 因为你妹妹是你的前女友 没人能接受 你这就是跟前女友偶断次连 我跟她真没什么 是 没人说你跟她有什么 但是你确实这个事听着别扭嘛 就好像她男朋友现在天天跟她打电话 那不一样 她哥 有啥不一样的 她没哥 她前男友可以是她哥 一节金蓝 双方父母也同意了 对吧 打电话 行不行 不行啊 为啥不行 因为你为啥行 人家就不行 因为我 我们俩没在一起之前 我跟她就已经一节金蓝了 不是人家也是一节金蓝的 爱与面 我们已经在一起了 对啊 我跟她已经在一起那么久了 人家之前跟你在一起之前 已经一节金蓝了 她知道 她知道 对吧 所以你这不对 臭小子 别这样 那现实是为了 除了打电话还会 那还有一次 就是晚上的时候嘛 她前女友又给她打电话 这次就我接的 然后她前女友就说 那是你抢着接的 就说她发烧了 难受 家里又没有人 非要让我男朋友去照顾她 我就心想 那行吧 我给你点个外卖吧 要给你送到家门口 总行了吧 这倒可以 对 结果呢 她倒好 趁我睡着了 自己偷偷跑出去了 我根本不是趁她睡着 真的 当时是我前 是我 是我妹妹 妹妹妹 也是我前女友 确实也是我前女友 行别诡辩了啊 臭小子 你这前女友 没爸妈吗 她没跟她爸妈住一些 她现在就一个人住 那也应该是给爸妈打电话呀 她没有其他的闺蜜吗 就除了你这哥 这世界上 她没有其他一个 可以照顾她的人了 有吧 她爸 有 有她爸妈 有她闺蜜 有 对 那她咋生病了 就给你打电话 那我 我咋知道呢 行 这事咱过啊 还有一次就更过分了 就我们两个好不容易 就同一天收拾 我就想着出去约个会嘛 她倒好 主动把她前女友约出来 最后我们三个人 一起吃的饭 你还说什么 想借此的关系 让我们变成好闺蜜 前任跟现任做好闺蜜 我只能吗 我只是单纯的 就希望你和她 能关系能好一点 就是能缓和一点 你不要那么 就水火不容的好吗 那我根本就不可能呀 不是 因为她经常也会来我 她没法接受人家呀 那你女朋友 都不希望你跟她那样了 你不跟她那样 不就完了吗 而且我觉得我作为一个线任吧 对你前任已经够包容了 你就少跟她联系行吗 她就一直卡在我们中间 当电灯泡 你觉得这合适吗 我其实对那个妹妹 其实挺好奇的 我妹有说话 对吧 有说话 分手都分手了 你知道吗 为什么还要逆活在一起 看不到人长什么样 但是他们说有一段录音 哥哥来参加爱情保卫战了 没想到我和哥哥的关系会给到你们这么多的困扰 我知道平时吵架很多原因是因为我 但是你们为了我而吵架真的是没有必要 哥哥跟我说过 他是真的很喜欢你 我是真心的 也是祝福你们能够好好的在一起 如果你实在不能接受我的存在的话 我可以和阿姨讲 就不要这层关系了吧 我实在不想因为我的存在影响到你们的感情 嫂子你真的很好 哥哥对你也很好 不好的是我 我不该插入你们的感情当中 哥哥平时工作也很忙 希望嫂子你能多理解一下他 对哥哥好一点 最后我祝福你们能够长长久久的走下去 人家说过了 为了你们俩好人家可以不要这层关系 你要不要 我觉得得要 因为我 现在在妹妹和女朋友之间选一个 选谁 这还要犹豫吗 我要是选她的话 那我就 这不就渐渐证明我跟我妹有啥吗 没有没有没有 你想多了 好不用选了 心思肯定不在你身上了 这是肯定的 我公司卡在她那 她给我零花钱 然后我来买菜 来日常开销 然后我那零花钱根本就没啥钱了 我给她买一只口红 她还嫌弃这儿嫌弃那儿 不是在乎这个礼物吗 我更想要的是你的真心跟诚意呀 我还不够真心吗 我一个月余二百块 我拿一百多给你买一只口红 我还不够真心吗 我只是希望你在上面花点心思呀 那我公司卡在你呢 你可以自己买呀 你就对我就越来越不上心了呀 越来越敷衍了 除了口红买虫了是敷衍 还有别的敷衍吗 姑娘 她以前根本就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俩刚在一起的时候 当时我特别特别喜欢健卫衣 但是很多地方她都断货了就没有 她就跑二十多公里去给我买回来 我当时就特别特别感动 对 那时候我公司卡还没在你那儿 我还有钱 后面交给你了 不就没钱了吗 我还省吃俭用的 多少钱是吗 一天一百块钱 除了 但是我们俩的就是吃饭 就是买菜 我还得做 就是这个一天一百 还是两个人的生活 两个人 两个人 姑娘说这个小伙子不上劲 是吧 因为她平时就喜欢打游戏呀 对工作也不是很上劲 我对工作怎么就不上劲了 你每次打游戏 你一打就打凌晨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就迟到 而且她老是在公司里面 就跟她老板吵架 我确实有问题 但老板的问题也有 但是她是你上司呀 她针对我呀 你也不应该跟她吵架呀 一不小心 你饭完就没了 她挤兑我 那你还说 你说要给我未来 你怎么给我未来呀 我 我努力呀 我挺努力的呀 我反正我觉得 我上班就真挺努力的了 你也别跟她吵架呀 别跟她硬刚着呀 哎 今天是要改造对方的 对吧 男生要改造女生 乱花钱的习惯 对吧 不够体贴的习惯 对吧 对 虎脚蛮缠 霸道 女生要改变男一生的是 不求上纪 是吧 嗯 这个情感没有边界 啊 这个前女友变成了妹妹 对啊 问个扫兴的问题啊 两人想过分手吗 想过吧 为啥没分呢 还是觉得 有些时候还是觉得心软吧 哎 你觉得这臭小子适合你吗 我觉得他除了对工作不上镜之外 是其他的对生活上还是挺好的 但是你这评价基本上属于一个老板对员工的评价 不是一个恋人对恋人的评价 对 他就是我老板 这生活里太多老板 就你不能每天就想着出去玩打游戏什么的 那一个女生呢 你不能天天想着就是六千块钱的风扇啊 对吧 这个就是想吃榴莲就得榴莲啊 想吃海鲜就得海鲜啊 就想着我们生活就要过得精致一点嘛 穷也穷得精致一点 那不是得两个人一起努力吗 干嘛非要穷呢 他就对生活比较节约嘛 我就比较追求仪式感一点 行 我那不是节约 我那时候我有咱以后的时候想 你行了 你们俩没有以后再这样下去 先把眼面前过好 再以后吧 我刚才想着一壶 你为什么想分手啊 他不懂事呀 霸道呀 刁蛮呀 我叫蛮缠 我叫蛮缠 那个妹妹呢 这哪壶不听 他听到的 不是他 那算一壶啊 不都妹妹了 怎么还算着一壶呢 他 他挺好的 就不是他挺懂事的 你对妹妹评价这么高 那以后我也当你妹妹得了 不是那 这能一样吗 你是我女朋友 她是我妹 哈哈哈哈 妹妹和女朋友能一样吗 分手就不是了 行了听明白了 你们俩还真的挺有意思 很多方式让我们看了 怎么给他们改造呢 听听你们的意见 来一起进入秋比特温泉 他刚才指责你 生活当中 消费大手大脚 确实还真有一点 因为你们两个人的月收入 还不到一万 恕我直言 我的消费水平还没你高 像你这样的习惯性的 大手大脚 今后你就会养成 一种习惯性的虚荣性 这样的虚荣性泛滥 那么对你们 今后的婚姻生活 一定是会带来伤害的 但同时 你也不懂得自作 任前女友 做自己的妹妹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神操作 天下没有一个 现女友会接受的 即便你们两个人 没有暧昧 也会被别人怀疑有暧昧 那么解药就是绝情 如果今后走进婚姻 作为女生 你的习惯性的大手大脚 而你呢 任前女友做妹妹 那一定是家庭生活的隐患 既然两个人都存在着隐患 就像赵川老师 问你们 想过分手吗 异口同声 不愿而同说 想过 那么继续想 你们就应该 朝着这个方向去做 现在我们确实有很多的 年轻人不懂的界限和分寸感 就他不知道 就是我们在不同的人对话的时候 需要用不同的方式 然后他可能只是发自内心的觉得 哎呦这样说话我舒服 不应该的 所以如果你继续想跟这个女朋友走下去的话 注意分寸感 就算你跟她分手了 将来再找一个女朋友 可能还会因为这件事出现矛盾的 然后另外有一点 我是觉得这个姑娘 她想过的日子就是一顿饭 一千多的海鲜 然后三百多的榴莲 而不是偶尔过 是最好天天过 她说你不上心工作 这都是借口 就是嫌你挣钱少 哪怕你现在一天工作 二十四个小时 你不睡觉 然后如果一天拼了命的 还是一个月只挣五千多 那你还是不上心工作 所以你要考虑一下 这个媳妇你养得起吗 就不是说 就是她长得漂亮 喜欢 我就要跟她在一起 要考虑个人的能力 如果当你的经济实力 还没有达到她的这种消费标准的时候 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 是不是自己先撤 然后咱先踏踏实实地 把自己的这个经济弄上去 不然的话 我觉得就算你这个样子 你就每天忙死忙活的 累死累活 你也得不到她的认可 因为你目前的收入 真的不够她的消费标准 男生 你真的和那个妹妹 真没有关系 真没关系是吧 对 真清白 那你离开她吧 你越这么理直气壮 我越觉得你自私了 你不是小男生对不对 你不知道你的前女儿 对你依然还有情愫 你不知道吗 你就是在享受着 有这么一个暧昧的人 在冲你示好 在认可你 在捧着你 在让你达到自己 在她身上 你找不到那种自信感 这是为什么她 在发烧的时候要找你 你不顾一切地要去找她 她为什么在失恋 就是要找你诉说 你去给她安慰 你这是为她好吗 你这是为安慰她吗 你压根都不是 你不爱她 你也对你的 那个前女儿 也没有感情 所以才觉得没什么 你知道一个暗恋 你的女孩 一直在对你恋恋不舍 一直在对你有所企图 你居然 你不跟她明确地去拒绝 你是害她 怎么不可能 所有人都知道 你为什么不知道 你要不知道这个的话 你就不配谈恋爱 从一件事来说 就是你完全以自我为中心 你可以和老板争吵 是吧 你还想不想 在这家公司混下去呢 你知道什么叫妥协吗 你知道什么叫换位思考吗 你知道什么叫包容吗 不能 但你在哪样 不管是情感 还是工作上 你都一无所处 我觉得我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是吧 你没有问题 老板有问题是吧 你干嘛不离开她呢 暂时找不到新的一份 为什么是暂时呢 为什么不是永远呢 肯定不是永远啊 你有什么底气去跟老板说 对不起是你错了 我走 绝对老板有问题 为什么你还要伸手管 那要钱呢 那我做了我该做的事啊 你做了什么叫该做的事情啊 我觉得我 我我我我之前那些就是同事 他们升职加薪 他们 无非就是恶欲奉承 对 我捧不了 你为什么不走呢 我现在就没有机会找到更好的工作呀 你没有这个能力找到更好的工作 而且我根本就没有想过去找一个更好的工作 你看 你有一份工作 你对老板不满意 你离不开 对不对 这份感情你满意吗 你也不满意 为什么你不离开他呢 因为你找不到更好的 你这点小心思 全都摆在明面上 你什么都懂 你就太自私 太自无 又没有能力 所以你焦虑 所以你矛盾 所以你既把工资卡交给对方 但是心不在对方身上 就是这么简单 姑娘 我我说三个男人的优势 这三个里面你选两个 忠诚 赚钱能力和关心 赚钱能力和忠诚吧 我也让你选一下啊 女生的三个优点 好吗 第一个这个女人很温柔可人 第二个 这个女人颜值很高 第三个这个女生生活里面很节俭 选两个 温柔吧 温柔第一个 还有一个 节俭吧 温柔和节俭 你女朋友有温柔和节俭吗 她明明看上去是你的颜值 但是她选的是什么 她选的是温柔和节俭 你明明现在觉得她对你还挺关心的 应该卡在你那边 你选的是忠诚和赚钱能力 忠诚她有个妹妹 赚钱能力你一直在诟病她 很好玩的一个事情你知道吗 你们心里面的需求 你想要选的这个东西是对方不具备的 你们是被什么东西相互吸引变成了男女朋友呢 这就是我们人类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我们的需求埋藏在一个很长远的生活当中 只有在这个日子里面慢慢过了之后 我发现过着过着我不舒服了不爽了 我才知道原来我想要的是这个呀 这就是我要跟你们说的一个道理 你们其实是不同世界的人 就是你们两个人接触的朋友 看到的世界 人际关系 将来希望找到工作 娱乐的场所 是不在一个世界里面 所以你们看到世界不同 所以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 形成了自己的审美观 你们因为某一个原因被相互信 但并不能让你们的两个不同的世界平行起来 或倒立起 所以人和人之间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我们因为相遇 就觉得我们应该一直走下去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你们这两条道路 它只相遇一次 它交叉而过 今天是你们相遇的这一刻 你们在一起了 但事实上 你们走在两条不同的道路上面 这是我的意见 那么在两条不同的道路上面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在相遇的时候 我们互相感受就好了 真正的是要什么 真正要是我的道路到底是什么 这就是我刚才给你们选的原因 就是你们得看清自己内心真正的需求 所以我觉得也不要谈什么妹妹啊 工作呀生活之类的事情 年轻人嘛 但现在都还年轻 各自寻找自己的道路 各自寻找自己的世界 如果寻找了一段时间之后 你们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一段时间之后 你们的世界还是同一个 你们自然可以继续在一起 但如果不是呢 所以别想太多 也别要太多 让生活自己去过生活 自然而然是最好的 就这样 你想一件事 这老板再错再傻 他知道什么人是为他挣钱的 你看人家叫溜须拍马 老板看到的可能就是他给我挣的钱多 没有一个老板傻到了 你能为我挣钱我还对你不好 你把这件事想清楚 其实生活里面的好多事也就通了 生活的真相是 有些一个月挣五万块钱的人 都不舍得买一个六千块钱的电吹风 有一些生活里面就挣一万的人 他可能能买一个一万二的电吹风 所以男孩的节俭也跟他的收入没关系 其实就是认知嘛 价值观是不同的嘛 姑娘我就让你想清楚一件事 我们一起在一起喝酒喝了一百块钱 你一分钱没花 我花了多少钱 一百 我为什么要花给你 这是我们要告诉所有女性的 这个世界上有免费的午餐吗 没有 OK啊 那就不说了 最后 妹妹的事真劝你一句 断干净啊 好了 剩下的你们自己选吧 一起进入真情若干净啊 心很空天很大 云很重 我想跟你说你平时就改一下你的那些毛病 就跟你的那个妹妹断干净 断干净 因为我真的很不喜欢她 还有就是 我希望你 就打游戏的时候 就少打一点游戏吧 然后 对我也不要 一打游戏输了就怪在我身上 我希望 你能 好好在乎在乎我的感受 然后我也 好好在乎在乎你的感受 谢谢老妹请回吧 一起来见证属于这队年轻人浪漫